那有四位朋友说 看了唐凤的自传之后 发现唐凤在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 总是能够勇敢选择最不一样 最不平凡 也就是风险最大 最充满荆棘的那条路 那请问当年轻人遇到这种人生选择的时候 该怎么样鼓起勇气 选择不那么一般的道路 当然首先那不是自传 那是别人写的 我只是受采访而已 那不过如果你就是看的是 就是上面有那个 就是凤那个字 我签名的那个版本的话 那可能知道他在书背有一张小卡片 那张小卡片就是 所有这种问题 我的标准答案 就是要睡满八个小时 就是说如果你睡不满八个小时 像我如果没有睡够八小时 我昨天有睡八小时 我如果没有睡满八小时 我也没有什么勇气 我也会觉得说 那我碰到一个比较大的挑战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用我昨天习惯的方式做等等 但是呢我的特点就是说 我不会在白天的时候 做那么多的判断 有各种各样子的压力 或者是有各种不同的看事情的角度 或者有很多厉害关系 放他们之间彼此冲突等等的时候 那我就是会所谓选美一边站 那选美一边站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我白天醒着的时候 就是去听每个人的看法跟想法 如果大家的看法跟想法有道理 我也不会立刻就说那我就这样做 我会说很有道理 I'll sleep on it 就是说我睡的时候会想一想这样 那所以这样子一整天下来 当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 很多对风险的评估等等 那我都很尊重 也试着去从它角度了解 但是呢我真正的工作 是在睡觉南八个小时做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 但是每一次就是说 我只要不下判断 然后睡够 然后一醒来 脑里就会综合出一个 有兼顾到各方价值 所以乍看之下 好像是很创新 或者是很冒险 但是其实就是是我白天所听到的 各个利害关系方 其实应该睡不满意 但是都可以接受的一些处理方法 但是如果它太复杂 我就要加班 我就要睡到九个小时 有时候睡到十个小时 反正就是要确定能够融合各方的这种见解之后 醒来之后才会提出这样子的想法 那我从很小就是这样 从十四岁决定要去跟校长谈判 说我不要再去他的中学 我要专心做研究等等 都是先去听了 亲朋好友各方的见解之后 有充足了睡眠之后 一醒来脑里就出现一整套那个谈判书 就是他讲什么 我讲什么 他讲什么 我讲什么 这种类似奇谱的东西 不过因为校长第一句话就说 好了你明天不用来上课了 所以我脑里的那一整课书都没有用到 我的意思是说 只要有这种充足的准备 而且可以去用对方的角度 把你自己的价值重新讲一次 那我觉得其实并没有 大家想象中的风险很大 或充满经济 只有在就是自己并没有想得很清楚 从对方的角度 怎么看你的价值的时候 那才会有冲突发生 所以冲突的休息 那在休息前 能够倾听每一边的角度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不需要那么多的勇气 也可以去做出创新的 那其他人都没有做过一些事情 好 谢谢观看